我穿兩件 它裡面還有一件不會那麼濕 一件穿的話 至少只是三六十 底下不會濕 不過究竟該怎麼穿 專家告訴你 遇到紅燈的時候 趕快起來 把水趕快動到 不用返船的方式 返船的方式一定要用簡約的方案才建議返船 不然真的一般的 如果是拉鍊式的返船的話 那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除了網友提供的小配包 為了防止雨水滲入 現在運用科技加設計 也能幫忙 由雨衣採用機能布料 防水透氣 單穿設計 正面無階痕 不漏水 背面磁吸開河也更方便 上班上課的同行 遇到連日好大雨 善用穿戴雨衣小知識 或是選擇設計進化的遇具 都能避免雨水入侵 下雨方式的討論 到了雨季 永遠都是熱門話題第一名 記錄像車廳台北採訪報導